作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749局主要负责调查各种超自然现象 从1934年8月的辽宁营口坠楼事件 到1956年北京昌平的定临地下玄宫之门 再到1972年红南长沙马王堆古物中发现千年与尸 玄州大地上频繁出现各种神秘事件 直到1974年昆仑山地区发现未知生物遗迹 四年后上海古生物研究所杨嘉林教授独自进入昆仑山获得重大发现 隔年1979年专门调查各种超自然现象的神秘机构 749局正式成立 而749局负责调查的第一起事件 就是这起汉人听闻的昆仑山巨型海谷事件 749局组织了大规模力量 对昆仑山的未知生物遗迹进行考察 很快发现了两枚起义的类人员头骨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生物遗迹洞穴发生大爆炸 749局的领导也令禁止任何人泄露遗迹爆炸的消息 因为他们已经查明这起爆炸发生在洞穴的尽头 一个新的通道随即产生 通往山体内某个未知空间 如今的当务之急是 组成一支G20人的赶死队深入山洞 彻底查明爆炸的成因 赶死队的成员们很清楚 这次探险任务九死一生 因为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文明 于是随着赶死队深入 749局的韩局长下令封锁山洞入口 并且在洞内放置了大量地雷 果然胆死队通过洞穴进入昆仑山腹地后 发现了巨大生物的脚印 随之而来的是一碰烙人就能将人急速燃烧成枯骨的火蝙蝠 胆死队成员死伤惨重 但是紧随其后的是巨大雪崩 残存的胆死队纷纷掉入冰窟裂缝 最终仅有之前独自深入昆仑山的杨嘉林教授 杨教授的女儿一言卫生员杨平 一言掌孙全福和一言三番战士胡八一四人存活了下来 而之后他们发现了九层妖塔 才是隐藏在这起昆仑山巨型海谷世界背后的秘密 原来在一万多年前 一只高度文明的外星种族鬼族降临统治了地球 但是就在人类即将灭绝的紧要关头 翼王为首的人类掀起了一场对抗翼族统治的战争 最终翼王牺牲自己封印了九层妖塔 人类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后来鬼族几乎被全部消灭 少料侥幸在战争中活下来的翼族后裔散落在人间 他们秘密与人类通婚 甚至获得了如同人类一般的外貌 但是留在地球的鬼族后裔却如同被诅咒了一般 活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身体自然而亡 要想破除这种诅咒 唯有解开九层妖塔的封印 召唤鬼族首领冲返地球 但是想要重新开启九层妖塔 就必须找到翼王的后裔 而如今来到九层妖塔 从活下来的四名赶死队队员的身份可都不一般 杨教授的女儿一连卫生员杨平 其实是杨教授和鬼族脱宫后的鬼族后裔 在杨平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让动物复活的能力 不过为了隐藏自己鬼族的身份 杨平我亲恶令杨平不要在人类面前使用这种能力 而哥伦山巨型骸骨事件乃至七四九局的成立 其实都离不开核心人物杨教授 其实杨教授的真实物的就是为了寻找九层妖塔 在杨平武亲 也就是杨教授妻子就如同其他鬼族后代一般 全身自然而往 之后杨教授就开始潜心研究鬼族文化 寻找解除鬼族诅咒的办法 至于一连三班战士胡八一 其实是解开九层妖塔封印的钥匙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翼王的后裔 而一连长孙全福则是专门保护翼王后裔的守护者 所以当杨教授诱导胡八一去解除九层妖塔封印 打开鬼族大门时 孙全福立马意识到危机来临 于是献出自己生命成功阻止了鬼族大门被打开 在这次赶死队深入昆文山腹地的任务中 七四九局唯一救出来的人只有翼王后裔胡八一 但是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打开 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正在发生 首先是1982年 在四川广汉古墓的石棺中发现了失去记忆的杨平 接着是三年后的1985年 杨教授再次现身七四九局 杨教授声称自己醒来时是在陕西榆林的一座古墓中 自己找了一条悟道才成功逃出来 但是昆文山里陕西榆林两千多公里 杨教授怎么会出现在榆林就是一个名 而最害人呢 还是位于西部的一座石油小镇遭到神秘生物袭击 整个小镇营业之间成为了废墟 于是七四九局再次召集人马重返昆文山 1993年七四九局的导演 陆川毕业后来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加入七四九局 他从七四九局的档案资料中 发现了大量超自然事件的记录 而在如今这部七四九局中 我们将跟随王俊凯饰演的少年马山的步伐 一同揭开七四九局的神秘念纱 一张七四九局超长儿童短讯班 全体师生合影的老照片 两个超长儿童进行意念一物比拼 七四九的专家则在旁边仔细观测两人 神秘的七四九局会定期选拔超长儿童进行集训 照片中的孩子都被认定具有超能力 而我们男主马山就在其中 数年后七四九局总部再次找到了马山 一列空无一人的地铁将马山带到了七四九局总部 我们跟随马山的步伐 一同揭开七四九的神秘念纱 御书身上绑着的异兽残骸 其实就是1979昆仑山巨型骸骨事件中 七四九局对昆仑山未知生物遗迹 进行考察时发现的奇异类人猿头骨 在七四九局的地下室 甚至还圈养了一只如同巨鲨一般的海底巨兽 而这只海底巨兽 其实就是七四九局神秘档案中的远古食人鱼 以全系影像方式出现的奔跑的神秘生物 其实就是让位于西部的石油小镇 夜之间成为废墟的虎虹 装有未知生物的实验室 其中的生物就如毒液一般 而且在七四九局的神秘档案中 还记载了人类发现的外星飞船 巨大的人形海骨 巨型大王龙海骨 一碰到人就能将人急速 燃烧成酷骨的火蝙蝠 极具攻击性的狼人 巨型血罐 猎人猿等神秘生物袭击事件 而如今将南中瓦山起活七四九局总部 其实和20年前 七四九局在红矿矿坑地下 发现的长着怪异翅膀的人形化石有关 与人类相似的骨骼 背后却有鸟类的翅膀 当马山靠近时 他和化石骨骸居然发生了磁场反应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 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很显然马山的真实身份 就是一族的后裔 为了激发马山的超能力 七四九局为他安排了一场极限测试 穿上过盔甲和头盔的马山 被丢进一个格斗场 警报突然启动 其他超能力者在场外拭目以待 七四九局局长在办公室监控的现场 首席科学家则严密的检测的数据 随着系统提示测试系统已就位 一级测试启动 铁门缓缓升起 一颗魔球出现 朝着马山的方向飞速运动 很快马山被折磨到奄奄一息 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常温了医疗队 等着随时拖走被打垮的他 不过随着马山最终重新站起 作为一族后裔的能力 终于在他体内再次显现 很显然从如今已知的讯息 格斗场的魔鬼特训才只是冒险旅程的开端 而之后随着未知神秘生物出现 凶残怪鸟或奋力撕舍前行的车辆 或排旋建筑上空 整个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之后七四九局将会上演黑暗森林入侵 七四九局保卫战 等一系列细思极恐的危机事件 各种骇人的神秘生物也将接踵而来 从前期筹备到资金缺口高达50%情况下开机 再到杀新后大量修改和补拍 前后经历了八年 如今这部被受期待的七四九局 终于定导十一 作为华语电影类型中极其唏嘘的怪兽题材电影 七四九局的出现 也将很大程度的弥补至于空白 而且电影取材自陆川导演 在七四九局工作的那两年时间 翻阅了七四九局神秘档案 又为这部七四九局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了七四九局弹